哈囉 大家好 我是敏爾 平常像我們外國人來韓國吃東西 是不是都覺得韓國的食物真的很貴 但是我們平常像我們上班族 午休或者是晚餐時間 其實不會吃那麼貴的東西 那究竟我們平常都吃些什麼 今天我整理了三間想要帶大家去看一下 然後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那我們就趕快做工 像我們公司附近啊 其實是有很多的像綜合辦公室 這樣子聚集在一起的區域 所以這邊會有很多像食堂啊 或者是小的餐館 然後都是我們吃飯時間很喜歡去的餐廳 而且我們都是還看得到南山塔喔 這邊是椅子路入口 這邊就是明洞了 非常的近 然後我們現在要下去吃飯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還蠻多小的食堂 然後也都還蠻便宜的 雖然外國人通常不會走來這邊 就是大概這樣子的小街 然後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去吃的是 這間 藍色的店 食物都到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是我的泡麵 那它是解酒泡麵 因為它有豆芽菜啊 然後還有一些黃太魚跟貝類 然後還有這邊的招牌飯捲 跟蓋飯 蓋飯魚看起來超好吃的 而且這些都超便宜的 像這個只要四千五 六千塊 然後這個只要三千塊 非常便宜 吃飯捲 飯捲要吃屁屁 因為屁屁的料最多 今天呢要介紹的這一間是 算是我個人的愛店 為什麼會這樣講 就是因為第一它非常便宜 第二呢就是它非常好吃 雖然說它不是在那種很熱鬧的觀光區 但是呢 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來這邊吃吃看 我們趕快去看一下 好 我們趕快進來吃飯囉 大家看一下這個 一進來啊 就會有湯 然後兩種湯 都是自己盛自己喜歡的 有大醬湯跟烤菜湯 然後這邊呢 還有超多小菜 全部也都是吃到飽的 所以啊 真的非常划算 然後又真的很好吃 所以推薦大家一定要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韓國人包菜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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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哈哈哈哈 -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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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多肉! - 很多肉! - 讚! 今天是第三天! 今天呢要帶大家去吃的啊 是比較偏向我們公司的人 因為很近 然後又還不錯吃 價格也還蠻OK 實惠 所以非常非常常去的一間 算是美食街吧 因為它有很多很多的餐廳綜合在一起 我覺得非常非常值得推薦給大家 介紹給大家 所以我們就趕快吃飯吧 這邊呢是乙之路三街的四號出口 大樓往這邊的地下室 一直走呢 就往下走呢 就會到我們的美食街啦 可以看到這裡有超級無敵多食物跟餐廳的 從這個旋轉門進來 就會到美食街囉 這邊呢會有看板 這邊賣的都是美食街裡面的東西 然後價格也都蠻平安宜的 大家可以在這裡點餐即可 不過呢 這邊是沒有英文或者是中文的菜單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們要怎樣吃 我們要用猫肚子 吃個 吃個 大家好 這是我的午餐 這個是豬肉大醬湯 然後這個是拌飯 但是它可以選 你可以選蒸蛋或者是拌飯 然后有白饭跟小菜 然后这个杂菜是可以自己盛的 套菜也可以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同事的饭 这是炒的猪肉 然后饭 还有一颗蛋 然后还有一些小菜 还蛮简单但是很好吃 重点是有多多哦 有多多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三天下来 一餐大概落在6千块至7千块左右 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在韩国来说 但是呢 我一个外国人可能没有办法幸福各位 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的韩国同事们 午餐都吃什么吧 我们来住 我们来带 Oxygen 咳 嗯?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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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